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是否是你一成不变的生活 天高云阔 在原野生间 你是否也想身临其境 急迟而过 像这美好的一切 在瞬间定格 当你感到疲惫 也许可以放慢脚步 选择一种截然不同的生活 现实的羁绊 与心中的自由并不冲突 只要你愿意做出改变 终会找到自己心中的那一处 梦想家园 整个梦想家园 都不吵着想家园 都不吵着想家园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过来了 今天怎么最后一片甜 其他都插完了 我家吃饭 鸡也扫好了 鸡也扫好了 好好好 你看见这种甜 它没办法不开心 它就是这样绿 它就是这样的阳光 它就是这样灿烂 他家赵可 是一个地道的北京人 如今的他 却在越南省塔城镇 做起了村民 我在这个村子生活了 有将近四年的时间 每一个人都认识 虽然我不认识他们 他们也认识我 哈喽 有什么新鲜的 来把这个给我来一打 这是什么 李子吧 尝一个 哦好酸 待了四年了 四年都不一样了 不了了快五年了 我们是熟悉的了 对对对 我们是落下了 就是 2019年 赵可来到了塔长镇 在这儿已经居住了四个年头 和村里的乡亲们 也早已舒适 在这儿呢 大家都会来帮我忙 也会跟我有小矛盾 就像正常人的生活一样 有烦恼也有喜悦 但是只要是有一点歌声 大家就拉起旋子 跳起舞 然后呢 只要逢着节日 我们就穿上盛装 开始开辟 村民们都知道 老赵和他的朋友们 从2019年年底 就开始在村子里造房子 至今却仍未完工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为什么这个北京人 和他的朋友们 要来到这么偏远的地方 造房子呢 就决定说退出 整个城市的生活 找一个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 认认真真的生活 老赵曾经在英国留学五年 学成归来后 他先后在北京各大公关公司 担任总监一职 和大多数职场精英一样 他长期从事着 高薪资 高压力 高强度的工作 就连轴转了嘛 一个月 两个月不休息 那是很正常 就是一天睡 两个小时三个小时 也是很正常 我加班的时候 从头天的七点 到第二天的七点 我们加班是这样的 事业蒸蒸日上的老赵 却在2015年遭遇了人生中 最大的一次变故 加班的时间过长之后 他骨刺扎到了 做骨神经理 我下半身就失去知觉了 加班了可能48个小时之后呢 我们同事文件 我身上臭了 就是这个人可能是大小便 已经失禁了 但是我加班太忙了 没感觉 然后就最后的时候 是被救护车抬出去的 一整年都在 就是济水潭医院的病床上 这一年过去之后呢 我重新反思 觉得生活其实 最大的一个目的是 让自己有良好的体验 这样的生活 我完全没有体验可言 只有痛苦 在病床上 整整休养了一年的老赵 决定离开这座 让他感到疲惫的城市 换一种活法 他们都知道 我要在云南退休 20年前我第一次去大理 我就觉得大理太舒服了 每天下午的时候 跑到昌山去散步 骑着马 拿着书 躺在马背上 看着蓝天 从山上下来 下到古城里 吃上晚饭 跟朋友聚会 小酌一杯之后 那个生活才是 人这辈子应该有的生活 走了啊 小酌一杯之后 现在呢 在山里面 生活比较规律 每天呢 是六点半起来 然后一个半小时早课 从这边呢 到这儿 然后做一个中间的调整 喝杯咖啡 然后再回去 两个角式 对对对 老赵的这个决定 得到了一众好友的响应 他们纷纷决定 和老赵一起 在风景如画的云南 找一处理想中的秘境 作为后半生的归宿 我和我的朋友们呢 大家聚到一起 大家不磨而合 都希望把家人呢 带到一个空气好 风景好的地方 决定在这里投资 然后把生活和跟工作 都放在这里 比如说我们有的朋友 做红酒酒庄的 有的是搞音乐的 像我 我喜欢搞户外运动 大家都希望把事业呢 和爱好放到一起 然后把整个事业呢 全部磨到塔城来 2019年 随着儿子哈达的出生 更加坚定老赵的想法 他希望 儿子从小生活的环境 不再是冷漠的混凝土森林 而是充满生机的大自然 儿子啊 这个叫稻田 咱们家吃的大米 就是从这个田里种出来的 你看 根是在水里面 一行一行插进去的 一年二十四个节气 立下之前 咱们收的是青稻 这两天才种下的 我们的稻谷 我也希望孩子 能够学习到这个 时节呀 对于人的一个重要性 也希望他看一看 这个劳作是非常辛苦的 好 好 老伯 老伯这一定要侧身啊 这样下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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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一天元夫人一个梦 这次带她来徒步 然后顺便带孩子感受一下 大自然 啊 我觉得太好了 就是完全融入大自然的感觉 老伯 老伯 这里是一年一公分 等到以后房子能建好了 老婆孩子常住了 我们就 隔三差五就上来 隔三差五就上来 其实 你会在这看见不同的风景 就比如说春天上来 你会看见杜鹃花 夏天会来会看见 大面积的苔藓 然后各种珍稀植物 秋天下来全是古色的落叶 冬天下来 这儿有雪 多好 老赵和朋友们选择的秘境 位于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的塔城镇 之所以选择这处远离喧嚣的山川谷地 是因为除了生活 他们还想把自己的事业也同样放置于此 实际上我们从云南的南部一直往这边 从大理 丽江最后还是看中这边 因为它在整个关爱的路口处 所有优美的地方全部都途径这里 就很快就可以到达 就因为这样的话 就是环境跟人文的促使之下 这里的人就特别真实地对你笑 特别真实地跟你交流 最后的时候选在这里之后 跟大家说跑到这边大家一看 尤其是坐在这里往下梯田一看之后说 行了 后半辈子就这里了 然后大家就说 哎呀 我要一个剧场 哎呀 我要一个酒窖 哎呀 我要一个瑜伽房 哎呀 我要一个儿童乐场 就是我们希望就是这个空间 不仅是我们自己的爱好 而且更像是孩子的小的 就是幼儿社区一样 大家可以互相学习自己的 独立的一个知识和技巧 从2019年年底开始 老赵和朋友们开始在这里 建造属于他们的梦想社区 我那些朋友都是率首掌柜 那只会提要求 然后基本上什么都不管 最后的时候我们那边 就是每一个地方 每一个建筑是怎么设计的 就是这家一点 那家一点 这样的一个过程 但是这个梦想 显然没有大家最初想象的 那般美好 三年的风风雨雨 让不少朋友萌生退役 只留下了老赵 还在苦苦坚守 哎呀 这 全都乱套了 哎呀 哎呀 好 山崽啊 怎么办呀 等到后门 你妈来了之后一定骂我 你弟弟住哪 我住哪 你住哪 都成问题了 老赵的坚持 让梦想社区出具出行 但面对家人的来访 他依然有些忐忑 好了 走吧 走 看看 咱们三年做了房子 哎 哎 爸爸设计的很有问题 所以 哎呀 这地方还没有路 老婆这是咱家啊 哇 哇 你去那 对 咱家好白啊 对 这是以后大家聚餐的地方 然后不管它有多热 外面 这里面都很凉快 嗯 这是你的房间 看见没有啊 这是你房间 高不高 高 这是爸爸妈妈的卧室 这个窗刚好是我们整个峡谷的全貌 老婆你还记得吧 就是你跟我说要个天窗的 对 对于梦想家园 除了自己的决心 来自妻子的支持 也同样是老赵能够继续坚持的原因 因为当初我父亲就是 在我上大学那年就得了癌症 然后我上大二年年她就去世了 所以等大学毕业以后 我妈可能就希望我能在一个女孩子能在国企安稳一点的地方 我的梦想其实就是一直那样 我的梦想就是能做一份自幼职业 来这边就每天蓝天白云 看星星晚上 我觉得感觉心情都放松很多 就感觉就忘了那个城市里的那种喧嚣 好像二十一年的时候她就说 等二十二年底 咱们就回云南过年 然后结果又过了一年 到二十三年了 还是没有装修 我都不知道她什么时候能装修了 我跟哈达就是都很着急 想早点过来 整整三年建筑仅仅封顶 面对家人的期盼和现实的困境 让老赵进退维谷 从新开始的时候计划这个社区 打算十二个月就建成的 但是因为种种的原因 包括天气人员 还有本地工人 这个项目从开始到现在 已经建了三年多 同时一件事 原来我们计划得好好的 有一个朋友是搞设计的 他到最后的时候 突然受不了这种农村生活 然后甩手就走掉了 现在基本上我已经穷途末路 在这种无奈和僵局中 老赵迎来了他在村里的 第四个农忙节 和往常一样 他邀请了一种好友 来和乡亲们 共同唤清农忙的节 没事 欢迎大家 欢迎大家 三年了 这是啥时候开始 我说句实话 我自己都不知道 每次都说来这儿住 结果都是住在人家小民 我也是实在对不起 早日入住新家 我最害怕就是这句话 虽然梦想社区的建造 依然没有着用 但这并不影响大家 进入农忙结束 分享丰收的喜悦 只是在欢纳后 这短暂的喜悦 也会和烟花一样逐渐散去 老赵仍然要低着头 脚踏实地地去完成属于他 和家人的梦想 好 坐好一个给你 然后那边是北斗星 北斗星 勺子啊 北斗星 北极星在那里 快看儿子 看见见没有 那个最亮的在北极星 什么时候才能住上新家呀 爸爸一定努力 在今年的时候 让你住上新家好不好 由于这次的改造区域较大 功能区分也较为复杂 所以邀请了两位设计师 连美操刀 孙华峰负责住宅区域 以及儿童剧场的改造 谢科则负责公共餐厅 活动室和会客厅等区域的改造 谢谢 之前到过这一票吗 没有 很少来越南 你来越南越多 但这一票我没来过 这次是 哎呀 老师老师老师 我看了好几期节目 可算半了 你好你好 我那个孟改设计师 然后谢科 哎呀 总影响了 我是孟改改设计师 孙安峰 这边呢是我们 非常临时的一个建筑 就是本地木脚 然后看着木头 就是从旧房子上拆下来 木料有多大 我们房子就建多大 这整个全开放的 就是让太太们做做运动 然后孩子们做一些 拉伸体操的这类的活动 真最高大 好会呢这个 小孩玩点水吧 这个厉害 对 六七个人在里面都没问题 而且这个景观是最好的 特别漂亮 老赵以前那个活动 在村子里边的一个高点 我觉得它景色位置都特别好 然后可以看到前面的稻田远山 特别棒 在外边我觉得挺激动的 进去之后 会觉得它那些围墙啊 高墙挺封闭的 然后把一些特别好的景色 用那个玻璃砖都堵掉了 这边是我们大院的院门 这个是个藏式的大门 这款呢是我们 很多家一起聚餐的一个地方 整个的这个木料呢 全都是藏区的废旧垃圾 因为它上面那个太多烟熏的 还有虫子 我们就抛了一下 然后呢这个就是原来他们 那个老房子的旧地板 等于就是废旧老物的在利用 对对对 颜色挺好看 对 好那咱们上去看一看 这款呢是我们小孩呢 在这取一些小画啊图书啊 玩的一个地方 这地方离这教育资源比较远吧 我们就想着自己开一个小的幼儿园 把项目呢 有兴趣的这个朋友和在这常住的呢 就归拢到一起 看了之后觉得现在它这个开窗真的很小 然后二楼的话 它做了很多玻璃砖的一些大面 阳光是可以进来 但是把景色全部都挡住了 我觉得这一块还是把它打开 我觉得这样的话 室内跟外面的景色可以有更多的一些互动 然后呢这一块呢是我们藏族跟纳西族的这个特有的火 就是火汤 对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就是一个暖炉文化的一个空间 烤烤火 然后酒点茶烤烤肉 然后过年的时候呢 这边都是这样 沙猪的火汤文化 对对对 休闲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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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地方就是工具间啊 然后杂物啊 储存啊这些东西 老赵把那个它的一个储藏间啊 工具间啊放的位置 我觉得占了一个比较好的位置 那个地方采光啊这些也很好 同时它那个休息室 然后就特别小 光线也特别差 然后这一块我觉得可能 要花点时间然后给它重新梳理一下 好大家来来这边啊 好 我在平台 舒服啊 对 看群山 这个是所有这个盖房子的人的梦 就是有个空中花园 嗯 远眺 远眺 群山 然后呢再种上花花草草 嗯 这个这个安全性当时怎么考虑 就已经乱套了嘛 就是没想过这个到底怎么搞业 不知道怎么搞好了 住的地方呢 这里这是两户人 两户 两户 这个位置就是我彻底晕菜的 我自己家 呃 它是一个大的开架 怎么区隔空间 怎么样能够把室外的景色引进来 具体怎么搞法 我们也不是特别的 嗯 清楚 这半边呢原来的时候是因为给老人准备的 让它 比较好进出 嗯 但是呢 又没想好怎么做 就做着这么一个空间 窗子基本上都是完全不透明的哈 对 其实不是 是我原来那个设计师给订货的时候订错了 嗯 上面这个才是主要的生活区 哦 还可以看到外面 看能外面去 还可以出去 哇太棒了 天窗上 天窗也上 对对对 你那个楼梯是上来的 对 你肯定是在这里要有个楼梯 再上到这上面 对 是吧 你原来考虑这楼梯从哪里上的 我已经彻底晕了 对 纯属是随意 然后当时我们有什么就做什么 你弄到人 对对对 然后这块呢 就是我儿子的房间 哇 这么高 对 他说自己要有个小城堡 原来计划的呢 就是 啪来啪去 然后具体怎么啪法呢 我反而闹晕菜了 这边是 厨房 但是实际上 它这块呢 就是够高了 这块是主卧 这个主卧呢 就是秉承了我们云南人的习惯 它不高 它也不大 这面对的就是大山 但是漏缝 到时候都在漏缝 对对对 这个其实也是木匠们瞎弄的 然后那边是 这边是卫生间 卫生间 卫生间的就是 本来那时候想做一个那个大泡池 那我发现你的窗子都是问题啊 都是问题吗 这也不透明啊 那在这泡澡上看什么呀 对对对对对 我觉得这也是个问题 做错了 做错了 做错了是吧 做错了 老赵的整个这个住宅里面呢 我觉得规划特别混乱 比如说老人的房间 非常的昏暗 然后你看儿童的房间呢 非常的小 然后呢空间又特别的高 它就变成一个桶状了呢 其实孩子在里面是十分不舒服的 所以这一次呢 我们想把它全部做重新的规划 整个这推翻了 全部做重新的规划 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我们音乐厅 然后我的朋友 不容易不容易 也在里面 这是我朋友 钟晓铁 然后他在他在演奏的 就是把东西 弄下 哦 哇 哇 太棒了 这个是我们这里的 太棒 太棒 然后我们这个不光是为了我们的演奏 同时的时候还希望本村的人一起来做演出 具体往后下面该怎么做 比如空间布局 然后对音响的效果都是有困惑的 也没办法做 所以就一直停在这里 就属于半荒废状态 这个音乐厅来了以后 我们感觉到它的音效还是有一定的问题的 所以这次回去 我还是想请一个专业的人来 来做他们整个的声场的设计 为了让大家能够真正感受到我们塔城热情 我们准备了烤鼠 我们准备了舞蹈 还有烟花 还有篝火 来 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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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烤乳猪来了 好 来来来 干杯干杯干杯 来来来 品尝了当地的美食之后 老赵和村民们再歌再舞 欢迎设计师们的到来 希望他们能够画腐朽为神奇 让这个裁员之下的梦想社区 可以早日绽放美丽的花 梦想改造家由立邦独家冠名播出 立邦刷新为你 为每一个不同的你 装修是个大工程 建行装修分期信用卡 期待您美美的新家 本节目由百年燃气聚专家 更智能更安全的 林内健康储垫 特别呈现 本节目由全球知名的污水提升泵专家 法国SFA特别支持 施工衣食 为了确保工程能够顺利进行 老赵也和妻子商量着 增加部分改造费用 哈喽 老婆 我们在装修的时候 听说中国建设银行 龙卡信用卡 有一个装修分期贷款的业务 那太好了 这样就可以提升咱们的装修预算 降低短期内支出 大额资金的现金流压力 是的 然后它里面额度 可以有100万 分期长达67 然后今年内 消费有礼的特会活动 我们在建行APP首页里搜索 装修分期 参与有机会领取1400元礼券 为了改变原建筑的诸多弊端 数据师决定 先对建筑的使用功能 进行明确和划分 这都是这种方式 这次我这边负责改造的一个区域 就是西侧有一个房子 然后会把它做成 大人跟小孩的一个活动室 然后另外一栋建筑的话 它地上有两层 地下一层 一层那个区域的话 我们可能会做餐厅 会客厅 然后二层的话 可能是做小孩的一个玩耍 以及他的一个教育的一个空间 然后复一层那个位置的话 我们可能做成一个大人的一个 会客区域吧 我负责这一次的 其实三个部分 第一个呢是这个委托人的自宅 有三个卧室 有一部分自家的公共区域 第二个呢就是这一片的整个户外公共区域 这个大平台上面 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脚下的这个公共小剧场 节假日的时候就是小朋友们 然后村民们来这里做歌舞的各种表演 对于公共建筑部分 协客按照应差近差的原则 大刀阔斧地去改变建筑 沉闷的外观 以及封闭的空间 让建筑融入自然 而对于私有住宅 孙华峰则从细处着手 维持建筑原有样貌 修复弊端 本着让住宅兼具民族性 和舒适性的思路 去进行改造 环境特别好 但是两个房子很敦实 然后开窗面特别小 就开窗跟通风面特别小 但我觉得到山里边 更多的是享受阳光 然后还有这种微风 我们设计的有一部分 必定是它是有自宅的部分 就住宅的部分 所以它也存在着它自己的私密性 和它的舒适性 这两方面我们都要兼顾 从这儿到了 根据设计团队的要求 施工队准备着手进行拆除 但这次的施工人员 跟以往相比 却有些不同 在也是在用这儿材料的时候 就那个垒石不要选那种特别粗犷的那种 尽量选精细一点平整一点的 如果是直接是他们来复制的话 可能有点头痛 就可能他们对这个图纸的理解 可能还是有点问题的 比较原生态的这种 然后可能对我们比较系统的这种做法 就不太熟悉 我们一般 土纸没有 土纸没有 我们一般是没有 我们找个好看 心里面 找个舒服 里面像里面 里面 舒适感 舒适感 那个整个你看建筑都是当地的一些师傅做的 然后这个结构我们还测量不了 我问了他没有 主要没有图纸吗 那还没有 整个就是现场施工的 然后他们凭经验吧 以前建房子那个 你恐怕还要用他原有的队伍 后期我觉得这样好一些可能会 一个是造价也节约一点当地的工业 为了适应当地施工队的这些特点 数据团队也对方案进行了调整 我看它整个村子的状态跟这种环境 你觉得我们考虑把它这个做的稍微粗放一点 粗放一点 把它融在这个里边 是 然后我这边的 其实我这块住宅这一块 其实最重要在这里还是要降低它的施工难度 是 所以还要化繁为简吧 尽量减少动它的建筑 尽量保持它原有的这个东西 对 原有的东西尽量保持 除此之外 数据团队也委托了一位经验丰富的工程人员 在施工的各个关键节点 对现场的施工进行指导和辅助 这里整面墙都拆掉了 这是一个落地叉 这里这是他们的备餐区 现在主要难度的话就是 现在遇到云南这边是雨季 可能一个是材料运输比较麻烦 道路现在都是泥泥 室外的施工基本上是施不了 然后就是道路 这里边的道路都是很狭窄的道路 稍微大一点的车子开始上不来 还有就是他们这边现目前的当地的工人 看不懂图纸 可能在消化图纸上面还要下一点工作 确认了图纸的具体细节后 施工团队克服道路狭窄 雨水频繁的困难 开始了拆除工作 这次改造需要对原有的墙体 门窗进行部分拆除 这也让不少参与了房子建设的施工人员感到惋惜 这个航桥我们以前的师傅 花了很大的精力在里面 好不容易把它整好 它这个墙里面不光是我们的泥土 它先要一车车拉过来 一斤个细细的筛选 然后我们大石子要打碎 全部把它粉成碎碎的 然后还摆小石子 所以说这个程序都是相当麻烦 现在又全部要拆掉 感觉心还是有点疼的 由于现场的施工人员 根据图纸的尺寸要求 直接进行了部分窗体的拓宽 并没有按照要求进行加固 这也造成了部分窗体上方夯土的脱落 当然就是扩的时候 扩大以后就是它这个上面是焊土墙 然后它也没有什么凉 然后的话一拆的话就是把那个窗子的上半部分 它全部就往下落 特别危险 于是在开窗或者打拱前 按照设计师的要求 施工队在拆除区域的上方 切入木梁进行支撑 确保安全后再进行拆除 我们现在就是很厚实地加了一个木方 给它窗插在这个土墙上 然后在这个木方上面 拿这个水泥砖墙 砌了这个墙体 来到这里之后 想放下很多设计的手法跟技法 就是让人能够跟自然有更多的这种连接 本着连接自然的思路 系科对整个院落的大门进行了调整 把它从公共餐厅所在建筑的西南侧进行外移 为院落设置一个明确的边界 增加前庭院的场域感 同时为了方便通行 增加一条廊桥作为入户通道 我们就是把它入口的地方改了 就落到了这里 然后到这儿进来之后 我们把这儿做了一个花园 然后就觉得可以丰富一个层次 就以前这个门头这个位置 我觉得它跟这个树的关系 也跟这个建筑 主体建筑的关系 我觉得它在这儿稍微太堵了一些 然后如果在这儿的话稍微收一下 然后我们这里还有一些挡墙植物 进来之后的话 它慢慢地就感觉到这个山 然后跟它的关系就慢慢展开了 我觉得可能画面感来说 我觉得可能更适合一些 然后我们在这儿的话 就是在这儿做了个廊桥 也可以从这个位置直接进入到室内 公共区域的活动室 写科将空间一分为二 分为活动区以及细水区 同时将东北侧的落地窗 改为玻璃衣门 并在户外搭建观景平台 在整个建筑体的最 右端的一个角上 然后这个位置确实也是景观 我觉得特别独特吧 它可以跟稻田跟村庄那种尺度更近一些 所以说我们就把这个玻璃 以前的玻璃拆掉之后 然后我们用折点的门床全部打开 它白天完全是一种跟自然是没有格力的一种连接 至于原来放置在地面的儿童细水浴缸 也被收集师嵌入地下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这么大一个坑 到处就是把浴缸可以放下来 小孩子们他们可以在这儿泡泡水细水 我们也把后面这个墙体 然后把这个开窗加得更大 因为这边这个石头垒石墙特别好看 所以同时你想象在浴缸的时候 这边是远山稻田村庄 然后后面垒石墙阳光 我觉得它两个画面在里面 不经意的时候把这种自然 跟他们的体验的空间 然后融入进去 让他们去感受那种东西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设计更重要的一个点 无论是体操 瑜伽 或是细水 都需要进行工艺 于是谢科也在活动室的角落 增加了可供更衣的未雨空间 谢科负责的另外一栋建筑 位于活动室旁 建筑的一层为公共餐厅 谢科将原本未完成的平面 进行了重新规划和布局 从这个具进去之后 就是我们的业主的一个家庭的 一个聚餐的地方 它面积有蛮大的 这个尺度 但是我们还是想 它是一个家庭状态的那种感觉 他们这儿经常会有村民 村民的孩子 包括老人 他们都会来跟他们一起 然后做饭 然后一起在这儿用餐 然后欢聚等等 所以说我们尽量地把整个空间 做得更开放 由于东北侧的窗外有部分遮挡 无法呈现完整的景观 谢科并没有对该侧的窗户进行扩建 而是选择增加西南侧的采光窗 让整个空间南北连通 同时新设一处公共卫生间 并重新调整楼梯的位置 然后这个窗户外面的话 可以隐约地感受到外面的群山 像这个方向是南跟西向 所以说在下午和傍晚的时候 夕阳的时候这个阳光是可以打进来 我们觉得就是它在空间里面 还一定要有 是一个会呼吸的一个建筑 他们所有的状态都是跟环境跟自然 跟风空气阳光有更多的连接 建筑的二层 拥有这个建筑群极佳的景观 谢科计划将它作为家庭成员的休息区域 以及孩子们的学习教育空间 设计师将原本的玻璃砖墙全部拆除 增加采光和观景面积 同时为了给孩子们更多的休息娱乐空间 谢科也在二层中间 层高较高的区域搭建出了一个阁楼 它从一楼上来的时候 慢慢慢慢地往上走的时候 它就整个景观就两边 我们把这个窗户也打开了 我们就把它打开之后 让它慢慢上来的时候 能够感受到就是那个画面 就一层一层 一下子走到这个平台的时候 站在这的时候 这个大面的景观 它就会熠练在它眼前 这样我们就觉得可能二楼的那种架子就出来了 小孩子们就愿意在上面 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功能里边的话 就布置我觉得小孩子的一个 共同的学习的一个小空间 就像家庭的一个小课堂一样 我们在这个二层上面 还做了一个小的一个夹层阁楼一样的 就像一群小孩子自己 室友的一个秘密空间 为了缓解原建筑整体的沉闷感 在二楼东侧 设计师将墙体拆除后 内退为一个半封闭的景观露台 我们就在二楼的时候 如果没有一个户外的空间 会显得整个空间比较堵 所以说我们就把这一块的话 整个切出来 然后做成了一个露台 室内的墙就封到这里 就都是玻璃的 这个外面的话 它们就可以呼吸到自然的空气 除了位于地上的两层建筑外 写科还负责该建筑前方一处 地下一层空间的设计工作 在这里写科将其规划为 富有民族院位的会客厅 并将门前闲置的空地 设计成为室外庭院 让原本较为阴暗 单调的地下空间 可以和自然形成联通 同时庭院的绿植 也可以增加会客厅的私密性 我们从餐厅下来之后的话 原本这一块它是一个特别封闭的一个空间 然后他们想有一个火堂 然后在这个位置有一个大的火炉火堂这种 活动室餐厅儿童教学空间 以及会客厅的改造 围绕着连同自然的设计思路铺展开来 那么负责住宅区域以及儿童剧场的设计师孙华峰 又会如何展开自己的设计呢 所以任何一个好的住宅和公共空间 其实能把室外的好的环境 能引入到室内 这是最高明的一个设计手法 第二个呢 我们设计的有一部分呢 必定是它是有自宅的部分 就住宅的部分 所以它也存在着它自己的私密性和它的舒适性 这两方面呢 我们都要兼顾 老赵的住宅位于整个建筑群的最东侧 为一栋两层建筑 对于住宅的一层空间 孙华峰将客餐厅以及次卧布置于此 并选择了扩大采光窗的设计手法 来加强室内室外的空间连接 一楼它这个是公共部分 就是刚才我说了 它是对着整个远山的 但是它原来这个窗非常小 然后呢我们就把它打大了 一楼呢 首先进门的这一部分是大客厅的位置 因为大家坐在这里可以聊天 会客 然后看着整个风景 然后呢这个地方呢 是他们家客厅的一个交通枢纽的位置 因为从这里要上楼梯 从这里上楼梯转上来上到二楼去 这个地方是他们家的餐厅 将来这个地方呢 会有一个圆桌的一个地方 这是餐厅的位置 然后这个部分呢是他们家的厨房 然后呢从这进来以后呢 这个地方呢 基本上我占这一部分呢 就他们家的公共的卫生间的这一部分 这个地方呢后面有护墙 整个护坡在这个地方 所以它比较暗 所以这一片呢我们也希望打开 让大量的光线进进来 还有一个原因呢是因为这个住家的母亲要住在一楼 他基本上会住在这个地方 在这里又打了一刀树窗下来 因为这个地方太暗了这个房间 住宅的二层 孙华峰计划将部分隔墙打开 保留了原本的楼梯通道 将空间划分为三部分 分别是主卧套房区域 家庭公共活动区域 以及儿童生活区域 为了更合理的利用空间 孙华峰还在儿童区域和公共区域的一侧 分别做了夹层设计 作为儿童卧室以及主人的书房 实际上这个地方呢整个这个地方呢 是他们家的一个二楼的公共区域 这里是一个楼梯上去就是一个租房 非常阳光的风景也特别好的一个地方 这个墙一格呢他们家就显得特别的 这个空间的狭小和黑暗啊 所以这个地方太密闭了 所以我把它打开 这个打开以后呢就这个地方 就这个地方呢变成他们家二楼的一个 起居室的一个地方 然后呢这是两个房间 但是呢我是觉得这个 这样的话两个房间都很小实际上 所以我就希望这两个房间呢 变成一个房间就全给儿童用 这个房间全部打开 然后我们这里有一个楼梯要上去 儿童的这个睡眠区在楼上 然后这边呢有儿童玩乐的 有滑滑梯啊下来 这一片呢有这个儿童的整个的这个 玩耍的区域在这里 然后再从这里进来以后呢 整个这一个房间呢就是他们家的这个主卧室了 这一边呢是睡眠区 然后这一边呢是他们家的卫生间的整个区域 主卧东北次卧室的条形窗户 孙华峰并没有像其他空间一样 进行大面积扩建 而是仅仅对透光性和密封性效果不佳的门窗 进行了更换 这么做的原因是什么呢 公共活动区呢可以大开大合 但是住宅呢是要有收敛的 全打开以后 就是它的私密性不好 第二个呢 它对它的整个的这个地方的保温性能 也产生很不好的一个影响 另外一个呢 它这个窗本身很好看 这就是一个很漂亮的取景框 非常美这个地方 住宅户外的平台是下层儿童剧场的屋顶 此处采光景的高度 孙华峰也进行了相应的调整 还是太高啊 我从各个角度来看这个采光塑景的问题 这个采光塑景我觉得太高了 房间里面所有的视线全被它挡住 从我刚才各个地方看 我觉得可能要 要裁掉50公分左右 因为裁掉以后 这个可能离地面大概就只有90到一米了 其实它是不安全的 所以这个上面呢 我们要用这个钢化玻璃 夹胶玻璃要全部给它封掉 孙华峰负责的儿童剧场 位于住宅的正前方 是一座圆形的夯土建筑 由于剧场建筑较未完整 且夯土外观极富艺术质感 孙华峰计划保留它的整体样式 仅将原本未完成的室内外空间 进行调整和修复 我们进来这个地方呢 就是他们盖的这个剧场 表演歌舞 所以这个地方的声场的设计 就非常重要了 这个地方 但是它也存在着它的声场的不足 比如我们吊顶 要用声学的竖板来去处理 我们后面的那个圆弧墙呢 就是它要牺牲 它要有强牺牲 它不能声音 就通过这个直接反射回来 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圆形的 所有的牺牲的系数是一样的 所以最后面那一片呢 我们要用藏竹的织锦 来做它的整个牺牲的装置 就大的不需要再动了 我们就做一些简单的处理 把它的声觉效果改变一下就行了 按照谢科的要求 从入户门到整个建筑的入户区域 要在同一个平面 所以需要对这里的土方进行挖掘 平整 而雨季的到来 也让山路变得泥泞不堪 给施工运输带来了极大不便 差不多就是下了快一个月的雨了 运一下材料 特别特别难运 因为它现在我们这个旁都是9米6的 它到那个山上的话 它路有点窄 然后上不去 所以说它现在是我们用的这个弹掉的车 然后从这个大车上 要先运到小车上 然后再拉上去才可以 可即便是小型车辆 在这条湿滑的道路上 依然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 最终通过众人的努力 车辆终于从排水沟中开了出来 除了运输的难题 除了运输的难题 现场的地质条件以及连续的降水 也对户外的施工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而这也直接延缓了施工的进程 活动是需要向外扩展出观景平台 但下方松软的土坡 无法支撑平台的重量 于是施工队决定先对土坡的支架受力点 进行下挖并交注混凝土基础 为了它这个平台的受力的话 比较稳的话 就是我们在下面挖了一个深沟 然后做了一个很厚实的基础 室内管道的布局完成后 活动是位于空间和细水池 所排出的大量废水 需要通过室外的管道 排到百米外的化粪池 而这种距离的排屋 就需要用到大功率的废屋提升泵栓 从那边的桌子里 好,好,好 放在那边的排屋 整个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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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米 到那边的排屋 到那边的排屋 这边的排屋 这边的排屋 是SANIFOS 610 跟SOLIDAR 700泥池 由SFA 可以收到610L 在完成了活动式平台搭建 以及室内水电管道的布局后 施工队便开始着手 对会客厅、餐厅 以及儿童教学工间 进行室内改造 这些老的一些门板 都是当时村里面 他们后来不是新造房子吗 然后老的房子拆掉之后 他们就很多家 就是堆在门前屋后的 然后做这个建筑的时候 我们在想 一个是它老木头 本身来说它有一些 以前的痕迹 有有时间感 同时它这个东西啊 不容易变形 因为它已经可能十几二十年 或者更长时间了 我们就说收了一些过来 也比较便宜嘛 然后一个是控制造价 我觉得还有一点 就是他们搁在那儿 扔在那儿 可能风吹雨晒的 然后过几年 这个就没什么价值 如果现在还可以用上的话 我觉得它一个是 可以更节约 然后也比较再生 可持续环保 我觉得可能把这个 结合到这个房子的建造上面去 除了窗框 这些老木头 还被设计师用在了餐厅二楼的梯布 以及夹层的地板 二层到夹层的楼梯 施工队运用了传统的笋毛结构 但一层到二层的楼梯 设计师却选择了 较为现代的钢结构 下来的话 在邦子的大概差不多 接近一半的地方 之前我们想是用了木头的 然后 但是这个长度也蛮长 然后可能 现在要找那么大的料的话 我觉得 也很费时 然后可能价格也很高 不太好找 然后师傅他们就想了一个方法 就把钢结构做在里边 然后木头来包 这样的话 从我们的一个小孩子的安全角度 这些我觉得他们都考虑到了 我觉得这个挺棒的 民间智慧 除了在木料的选择 尽量就地选材外 在室内室外食材的选择上 书记师同样运用了当地一些特有的材料 这是当地的一种黑石板 然后我们想从室外进来的时候 室内室外有一个反差 所以就没有把那个青石直接铺进来 一个是从节奏的 是觉得那种感觉有些变化 同时我觉得这个地方本身就暗 然后我们反而用这种黑色的石头压底 到时候清洗出来之后就很漂亮了 然后坐在里面 你会觉得外面阳光很强 然后很晒 进来之后一下子就觉得凉 凉很多 然后整个的吊子就沉下了 就比较安静的一个休息的一个区 考虑到雨季的潮湿 设计师也在地下室会客厅的墙面基层 使用了能够有效防潮的膩子 一观的墙面效果 在会客厅的外墙处 施工队首先进行了防水作业 为了避免将生硬的混凝土墙体 裸露在外 杰科也采用了石头围墙的方式进行处理 这混凝土啊 当时出来之后 我觉得跟那个道路上面老的那种石头墙 有点稍微不太协调 然后包括这个夯土墙 来得稍微突兀一点 而且面积特别大 后来我们就想顺着这一波 包括景观地面下来之后 把这两个面尽量是做成了 跟他们相符合的一种调子 然后可能经过三五年之后 雨水冲刷太阳晒 然后可能还有一些植物 然后爬上去 它就会和后面我们看到这老的那种石头墙 就几乎完全融在一起 除了本地的夯土和石材 对于部分裸露在外的木材 设计师也进行了特殊的处理 我们做一种摊烧木 然后用到户外的一些墙面上面 因为以前那个夯土的面积特别大 就是之前聊过就显得特别敦实 然后我们开了一些大的窗 但是又会有些地方连接的时候 我们想它有一种把室内的木头 然后把它往外沿 然后这样的话你可能从外里面接触到它 然后再走进到室内 你会觉得它又有一种延续的一种感觉 这个表面烫滑处理之后 木头它放在外面的话稳定性更好 然后不太容易变形 同时它还有一个特别强的功能 就是它可以防虫 不同于公共区域粗线条的施工和设计手法 对于委托人的私密居住空间 孙华峰有自其的考虑 因为它的整个建筑呢 本身就是按照这个藏式的建筑来做的 就相对非常粗犷 室内的这个部分 我们要做的更加的细致 符合现代人的这种生活方式 由于项目地处西南山区 昼夜温差较大 且雨季潮湿冬季阴冷 为了居住的舒适性 设计师也在住宅一层空间铺设了地暖 在住宅地面材质的选择上 针对不同的区域 孙华峰也有不同的考量 因为其实大多的他们现在这个山里面的建筑 用的都是这个食材取当地的材料 但是后来我们发现那个食材呢 它特别的不耐脏 而且它的吸水 吸水率很高 再加上它的导热系数也很差 所以呢我们希望这一次呢 能用盐板来做他们家的整个的地面 第一个是特别容易清洁 第二个呢 就是它的导热系数特别好 我们给它泼了地暖以后嘛 就是盐板的导热系数 要比那个天然的这个食材 要导热系数好很多 另外第三个呢 就是我们把它的 其实是模仿 天然食材的整个盐板的这种材质 所以它跟我们的整个自然环境呢 又特别的协调 为了防止瓷砖出现空谷脱落的问题 设计师选用了一款特别的产品 磁砖的使用呢 在装修中非常常见 但是在居住的时候 发生空谷 掉砖等等问题 也非常让人头痛 所以在磁砖铺贴这一块 我们选用了立邦超好贴磁砖胶 搭配快涂堡背胶 能够有效的避免磁砖空谷 掉落等等问题的发生 我们可以小小的做个试验看一下吧 我们这位同事有130多斤 可以来两个云尺向上吧 对了嘛 好 磁砖是没有问题的 它不会透露 住在一层外部的平台 考虑到天井高度会影响室内景观 所以设计师将天井高度降低 同时为了安全起见 用钢化玻璃将采光井进行封闭 我现在站这个位置呢 就是我们底下这个剧场的天井的采光井 这个原来很高 有这么高 然后呢 尤其在这个住宅的时候呢 往这边看的时候 这个特别阻碍视线 所以这一次呢 我就把它给降低了 降低以后呢 因为它就存在着一个风险性 原来这是空的嘛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用这个夹胶的中空玻璃 然后把它整个覆盖 这样的话它一个透光性很好 一个安全性也很好 先把大型整出来 这样的话就这样排一排 这样排着 你们就顺着这条线 平来了 然后这个需要养护 需要一两年的养护期这个 慢慢它养护的就一样高 然后呢 我们做了一圈的围栏 做了一圈围栏以后呢 我们再种这个炉蒲 这个炉蒲呢 就防止我们所有的客人呢 靠近这个地方 那因为相对危险一些 就大家不会往这里走 另外一个呢 这个炉蒲现在因为只种种植了一点点 到时候我们整个的屋面全部都是炉蒲 然后我们的所有的客人呢 会穿过炉蒲呢 到这里来观景 景观的端头来看整个大自然 这种心情的这种美好的这种释放 是非常美的 在住宅二层地面的处理方式上 孙华峰选择了四种不同的材料 进行搭配 这个建筑呢 它是按照藏式的建筑来做的 所以它最底层呢 是当地的这种 专门用于建筑的这种特殊的木板 它做过特殊的处理 防潮 防煤变 然后防虫树 在特殊的木板上面呢 我们为了整个防潮 我们又做了一层水泥板 然后在水泥板的上面呢 我们又浇了一层的这个 保温的这个吸制混凝土 用于枣瓶和保温 在这个上面呢 我们就用这个木地板来做 这样它的舒适性会达到 人的最高的一种要求 我们注意到 不同于公共空间 大开大壳的门窗设计 在委托人的居住空间里 孙华峰将所有的新开门窗 都设计成了竖条状 这么做的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我们这个二楼呢 主要是居住空间 实际上是等于四米空间 所以我们这个墙呢 本身它是夯土结构的 所以我们尽量去开这种瘦高的窗 第一个呢是满足光线的 进光的整个需求 第二个呢是尽量保护 我们整个的外立面 就是夯土的立面 这样的不容易整个破坏 整个建筑的整个形式 最重要的是它的这种瘦长窗以后呢 不仅达到了它的采光球 更重要的是它的保温达到了要求 如果开大面积的窗的话 不仅外建筑的维修很麻烦 然后它室内的保温 都达不到我们原先预期的要求了 为了增加位于空间的自然采光 又能同时兼顾隐私 孙华峰也将原本工地上拆除的玻璃砖 用作隔墙的材料 因为这些玻璃砖呢是我们原来 整个建筑里拆剩下来的 我们也算是废物利用 然后呢它第一个呢 我们增加它的整个采光性 它很好 第二个呢起到整个间隔的作用 所以我们在二楼的这一个部分呢 还有我们所有的卫生间 都广泛的采用了原来剩下的这些玻璃砖 由于山区宠椅较多 老木头即已遭受重铸 于是在设计师的要求下 工人也对现场的所有木梁 进行了防虫处理 所以我现在在打药 防止以后那个蛛虫 这个可以管几十年吧 像这种老柱子 像这些粮柱关系 我们都做了保留 其实很美的在藏式建筑里面 但是这个柱子呢 所有的这个木器呢 它都年久了 然后也很非常粗糙了 这一次呢 我们在这个整个的面城呢 就是上了一层的这个 立邦水性木辣油 其到了保护这个木子材料 使它的这个木纹呢 能够更加清晰 也更加耐用 使整个的这个 我们的整个木制结构呢 能够焕发青春一样的 这么一个感觉 除了木梁的防虫处理外 排水系统 也是蚊虫进入室内的 重要途径 针对这样的情况 孙华峰也选用了一款 特殊的排水补件 这是吉博利洗衣机 专用的一款水风式 纯水湾 首先呢 它的自清洁能力很强 可有效带走 废水中的杂质 确保排水顺畅 同时呢 它的一个水风深度 满足国家标准的五公分 可有效隔绝病毒 臭气小虫子等 进入到室内 不同于公共区域 采用当地木工制作柜体的方式 在居住空间 孙华峰依然选择了 全无定制的柜体 最重要的出发点 我们希望把这个 现在的家具呢 不要跟这个 在地性的原始的风暴 产生过大的冲突 实际上它是消引掉了 你看它和我们这些墙 它是融到一起 其实把它消引了 为了保证居住空间的装饰 能够最大程度贴近原建筑 本身的材料和质感 孙华峰特意来到了 百公里外的一处 老木头家具工房 希望能够寻找到一些 具有年代质感的 木质家具和事物 附近 他的工艺 附近 哎 他家二楼那个儿童那里 摆个这儿 其实是不是有意思啊 这这个这个 挺好 我们呢 希望在藏式风格的 居住空间里面呢 我们做的更加当代一些哈 呃 但是 这个十分当代的家里面呢 我希望它有在地性啊 也就是我们说的 有当地的这种风格哈 292嘛 所以说它就 混响时间长的厉害 对于剧场 孙华峰首先邀请了 专业的技术人员到现场 对声音进行测试 这个是 因为这是个圆形的 建筑 从物理的空间来说 圆形实际上它可能 就像回音笔一样 就是混响时间的过程 所以今天请问董老师 然后一块测试一下 这个空间的混响时间啊 然后这个 看看怎么在 平面这个布局上 来解决这个混响时间过长的 这样的一个情况 然后咱们做这些测试呢 就是为了把这个房间这个 升学元件的特性给它找出来 然后根据它的特性 相对于人耳的听觉的特性 把它调整到特别适合人来听 根据测试的情况 孙华峰也对现场不同的声源位置 采用了不同的声学材料 第一个呢 我们在原有的这个波形钢板 下面呢 我们做一层的是吸音层 吸音层下面呢 我们再吊挂整个反射板 就声音的反射板下来 然后呢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后墙 后墙的整个反射声也不对 我们就用这个膝杖的织紧 然后做软包来做吸声 这样的话 我们通过这几种方式 来有效地解决 我们原来小机场的生产问题 户外的公共廊档 两位设计师都采用了 当地较为常见的青石 作为硬化材料 你这边有什么石头 我想做一些铺地面的呀 垒墙的那些 这是那里吗 这次过来给那个院子啊 墙面呢 还有一些花园的一些地面 台阶 选一些石头 我觉得废料便宜 而且我觉得可再生利用嘛 环保一些 质感挺好的 你看还有一些折光啊 很多变化 废料的话 相对每一块都不一样 我们也在想就是 在山里边造房子 不用像城市里边铺贴 那么整齐的那种材料 可能会显得更加的自然吧 我觉得这个地面 我们当时也想过 比如说用水洗石或者水泥来硬化 但是你搁在这里还是觉得有一点突兀 特别可以看到现在太阳下来的时候 然后如果是一种材料特别整 就是表面很平整的话 它就特别刺眼 但是你看有石片 然后有一些你看它不同的这种缝 你会形成一些阴影跟光斑 它这样的话你会觉得它会柔和很多 我觉得这种地方做设计就是应该把自己放松下来 就是跟云南的这种山山水水 跟这种天气一样 你懒洋洋的在这儿想一些东西 可能它慢慢的会更合理 建筑原本的门窗存在透光性 以及密封性较差的问题 所以在这次的改造中 两位设计师也对所有的门窗进行了更换 今天大玻璃从山下转运上来了之后 要15个人来搬这个大玻璃 玻璃是900公斤 雨季干过 农忙幼稚 改造团队的不少工人 需要回到田间进行劳作 山谷小镇的村民们如亲人一般 不管是乔间嫁娶还是节日庆典 他们都会放下手头的工作 来为乡亲们尽一份联薄之力 这也意味着改造工期会受到影响 但早已和村民亲如家人的老赵 已然习惯了这样的节奏 他也总想着用不同的方式 给大家带来更多的实惠 哈喽 给你带来点核桃 哇 这么多啊 这是我刚采的 哦 太好了 太好了 新鲜核桃 刚好我在这看了 看手机 你前来是不是手机坏掉了 是啊 是啊 今天我刚好看见了 晒融分析商城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工作 推出零分析利息 积分底线 分析优惠 购物抽奖 每周抢购等一系列活动 那这个怎么点进去啊 你在微信里面就可以找 微信关注龙卡信用卡公众号 点击左侧菜单 既可进入商城选购好物 也可下载善荣商务APP 首页可直接进入分期商城 更多好物等你发现 同时每周四上午10点起 开展低价抢购活动 那我也回去 回去看一下 关注一下 虽然改造工作并没有完全结束 但是老赵却希望能够在11月1日 提前回家 因为这一天对它来说 是一个特殊的日子 这座位于山谷中的梦想社区 体会过八地而起的喜悦 经历过停滞不前的茫然 短短的数月 我们完成了社区大部分建筑的改造 梦想的种子一旦拨下 它定会陪伴着那些可爱的人们 落地生根发芽 我们也期待着梦想即将绽放出的那朵 最绚丽的花 梦想改造家由立邦独家冠名播出 立邦刷新服务 近一百万家庭的口碑制选 回家了 回家了 走 欢迎回家 太辛苦了 太辛苦了 你好 你好 人在 来 这个全新的 这位置原来根本不在这里的 这个门太气派了 以前根本就没有这个 太美了 真的是太美了 这是正确的原生碳 来推门吧 推门 来 大家来 一起进去 走 走 真好 太漂亮了 扎西德了 这都不认识了 原来这边全部都是垃圾 因为堆了三年多东西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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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后来我们就在这儿 然后我们就去采石场 然后找了一些这种青石 附近的很多师傅 然后来手工找出来铺贴的 而且也便宜 我觉得看上去也整体 然后跟这后面的这些垒墙啊 都还挺大的 对 这完全不一样 就是原来这些垃圾 原来我们我们垒墙就是为了 只是挡土 和每个都没什么关系 对对对对 只现在就连接起来了 对对对对 你看从那边进来之后 这里有个后院 这个点我觉得是最好的风景 对对对 原来这地方特别多 全是建筑垃圾 你看到我变成内庭院了 特别梦幻那个感觉 哎呀我都没想到 大家能设计成这样 没想到呈现出来是这种效果 特别好 真的谢谢大家 都辛苦了 入户门未知的改变 让原本的空地成为庭院 几张矮凳散落于此 便可让村民和好友 在此闲谈 坐宽流云 远眺青山 看看新家怎么样 哇 哇 这个感觉更好了 太有感觉了 哇 这没想到很有差距风 谢谢 今天我突然发现我的木头还挺好看的 哈哈哈 对以前的我觉得你造的时候 那个基础理念是很对的 就是我们就把空间梳略一下 哇 这边我就是你们家里啊 包括朋友对 村里的他们来聚餐的时候 觉得可以在这 对这个桌子好漂亮 对我想找的就是跟你们这个以前在做 就是有有时间感的这种步头 然后我觉得反而更大 对整个啊 哇 我的打发都是都太漂亮了 以前以前都是隔在他这两个 分成两散的 对对对对 特别适合拍照 让我先拍一张 你们去介绍 这个脚都坐在那里 哎呀我的 哎呀我的 哎呀坐在这每天发呆都很好啊 老赵 其实啊老赵 坐在那里面发呆都好 不要发呆不干活 哈哈哈哈 难得闲来半日闲呢 是的 太舒服了 早上你起来在这晒一下咖啡一喝 再吃早餐铁叔 哎呀我的天哪 对了 世上再无他人 比我更幸福 对你看这个角 这一束光刚好能出一张非常漂亮的 等那个下雪的时候 你通知我跟孙老师 我们一起过来 肯定要来 哦这边这边的大横窗 哦 对我们把门改成从这个方向进 哦对对对对 实际上两个方向我觉得 这原来都是堵的 这是一面墙 对对对对 对一面墙嘛 从这儿进平时也可以 有时候家里人不多 我觉得在这个角落收个饭 然后看到夕阳的时候也特别人 对对对 原来我在家的时候 就看他发那个图片 就是两个小窗窝 哎挺小的 就是采光能好吗 嗯 以前就是说 嗯 这经过这个改造太棒了 以前的时候吧 觉得藏族的那个 那个民居的那种神秘感 嗯 反而到这次改造的时候 一点没有丢失 还把采光做好 这个太难了 太难了 以后 以后咱俩兄弟可以天天来了 好 吃饭喝酒 吃饭聊天 对对对 再唱歌 对对对 你看你的工作区域 最喜欢的 这咖啡机来 哎呀我的宝贝 哈哈 搁了几年了是吧 对对对 这个是这个是我第一台咖啡机 嗯 然后很长很长时间没见了 然后没想到 他又再现江湖 哈哈哈 感谢大家设计的好 对对对 以前根本就没有地方放 嗯 大家去看一下小朋友的空间好不好 快点 快上快上 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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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楼顶 在哪里啊 我去楼顶 我去楼顶 他大块秘密基地在上 那你先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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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上去 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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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想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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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的时候呢 好多朋友呢 都带着小孩 因为我们 他们都带着 你上次跟我提了一下吧 对 我们自己的这帮人呢 特别想大家一起玩 然后一起喝咖啡一起呢 同时一件事 原来的时候也希望 把我们自己的这些小的知识 传了给这一群小孩 对对对 啊这个 这空间太舒服了 这个去我们就觉得 他可能是灵活的 对对对 然后这些椅子有时候 他们要在这玩耍 做游戏就可以 挪到旁边去 对对对 就是原来的时候 因为这边只有只有只有 只有墙 只有一个小窗 这个像很难好 然后完全就看 就看的只是一个小 这个景色是最好的一个角度 太美了 人家打开之后完全就变了 这个椅子怎么样 喜欢吗 这个小孩 哈哈哈哈 他不错 是吧 哈哈哈哈 你改进 你改进 老赵这边我是 把这个房间做成了一个露台 哇 我觉得这边的景观 你看这边是蓝像 他的他的阳光下午是特别好的 然后这边是西向 然后我觉得在上面活动 小孩子还是应该给他一个户外的 对对 有特别新鲜的空气 然后感受到那种阳光的变化 然后世纪的变化 我觉得就做了一个这个 这个这个 我可以在这发一天呆 太漂亮了 我觉得有时候吃饭的时候 在这儿也挺好的 这绝对的 坐在这里吃饭 太舒服了 都迫不及待了 我今天看了这个新房子 更想过来 早点过来 改造完简直是太好了 超红想象的 对 然后过来之后 这边我觉得就是大人们 然后在这儿 有时候会看着一些小孩子 但是他们就有一个角落 可以安静一会儿 对对 我就把这一块就放在这个角落 但是他也能听到 小孩子的那些状态 其实 所有的大人估计 来了又不走了 这个我得管好多顿饭 哈哈哈 亏大了 都有点亏 这个小朋友玩起来 太舒服了 太舒服了 这个窗也是西向的光可以进来 太漂亮了 我们哈达说的玩特别开心了 特别开心 是吧 真的这个 哎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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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力度被伤感了 就是 从来没有 觉得 房子可以改得这么幸福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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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感动 你要不是一闪这么好的团队 我真的觉得你不会弄得这么好 老周 老周里面 老周里面 真感动 有点儿子 挺好的 幸福生活从事开始 继续努力 对 继续努力 小孩老婆都过来了 好吧 团聚了 真的是 哎呦 你别这样 你别这样老婆 二楼风景绝佳 被谢科设计成了孩子们的教育玩乐空间 云光千缕迹 山醉福人衣 孩子们会用朗朗的书生 伴着朝阳读出梯田里的流水道画香 太太们的那个活动室啊 跟小孩儿一起的 我们就用这个旁边那个小房子 然后赶了一下 对对对 原来那是打算做库房来着 太可惜了 这个景观 来看一下这个空间 好嘞 活动室 太棒了 这就掉产量了 天呐 这已经不是 简单的活动室了 梦想中的地方 我觉得就生活在大西尔当摩摩摩 对整个是 我准备就住在夜屋了 儿子儿子快看快看快看 游泳池 对 那是你爸给为你们小朋友 考虑的一个地方 哪个地方 这个以后是你们小朋友 大浴缸游泳池是吧 在里面 哇 是有楼梯 对有楼梯的 这个完全就是 我觉得 世纪梦想 哈哈哈哈 这个太棒了 对这个太舒服了 就躺在这儿 然后泡到温泉 对 对 包括妈妈们也说 或者你们起来 运动一下做瑜伽 或者小孩子他们泡了澡起来 起来之后 我觉得这边做了一个小的更衣 然后可以冲凉 然后还有一个小的马桶间 就不用到户外去了 就所有东西都可以在这儿解决 对对对对对 你长得太细心了 就我觉得方便特重要 是的 特别特别实际 你出来感觉一下空气不一样 是吧 屋里我觉得跟屋外完全不一样 天哪 有史以来这个 从来没有站在这个角度上看过这里 是吧 我把咖啡冲好 然后两个坐在这儿 你看 感受一下 哎呀 我的个妈呀 如果一个人能真的 天天在这里 没有什么好遗憾的 真的太舒服了 而且 就是 所有的云动 像棉花糖一样挂在那里 活动室向外拓出的观景平台 成为室内室外空间的连接 还未来得及安装的玻璃护栏 在不影响室内观景的同时 也能够确保平台使用者的安全 老赵到你空间了 太棒了 太棒了 终于到火了 火堂 有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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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来坐一坐吧 坐一坐 真的确实 他们 对对对 火堂文化对藏族来说是蛮重的 我们以前的话就是这种收获的 其实确确实实 就是这才叫火堂 以前的那种 现在有了很多那种就是新式的东西 就反而就没了这个 对对 见不到了 少了这种烟雾去 对对对 我觉得采光 大家可以更多的一帮朋友过来玩 对对对对 晚上的时候我觉得烤烤火 对对对 喝点小酒 我知道啊 因为朋友多嘛 对对对对 所以把这空间做大了 对对对对 就可以有更多的朋友在这 对对对对 确实确实确实 大家可以好好聚一聚 对对对 到这边来就是想 我都迫不及待想看一下自己家长什么样 哈哈哈哈 走走走走 看你家去 走走走走 看你家去 位于地下衣藏的会客厅 烧敛的灯光 古朴的陈寿 天然的食材 让整个空间幽静沉稳 同时也保留了当地特有的民族韵味 哦 看我们的思想 终于快回家了 哇 这是什么呀 这个叫佛子毛 这太好了 就是你们这个山上的满山遍野都是 哦 就地取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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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都给它种到这里来了 哎 哇 看看你们的新家真漂亮 太美了 啊 我又觉得好大松树 这个进来以后呢 其实就是挂挂衣服 有一些简单的鞋都可以在这儿了 还有这边都是放鞋的 都是放鞋的 然后这一片呢 我们给你做了个盆景 它就是迎客松 这松树特别好 对对 你看这个远山正好融到一起去 是一体的 特别有意思 然后这里面呢 这一片呢就是我们的整个大会客区的 对对对对 哎呀 我觉得这个客厅这个感觉特别好 哎呀 太棒了 我都没想到你们会有这样漂亮的屋子 哎 你看这个窗子嘛 对 这窗子打大了 老大看到了 我觉得就这样子看着整个外面的风景 我觉得 哎呀 更自由一些 以前我没觉得你选的这个地方有多好 现在看见真好啊 原来的时候底下是空的 反而都不好看 对 这个佛子毛一上了之后 整个上下就全都满了 老老这个呢 我们不是做了一个壁炉吗 因为它起这里面温度蛮高的 对对对 是吧 对 然后这个呢就不能用我们其他的那些内墙漆了 哦 这个我们用的是这个立邦的质感外墙漆 叫绒彩石 哦 所以你看它的机理效果特别好 对对对对 运用在内墙也非常好看 我选的锐血颜色搭配壁炉的火光 和家人朋友围坐在炉火边 让人觉得非常舒适和惬意 哎呦我看见餐厅了真漂亮 我觉得这边的感觉特别好 嗯 而且我喜欢这个灯 喜欢这个灯啊 嗯 这是老的工矿灯 嗯 它就跟这种质朴的东西特别契合 对 老师这个你这对着画有 我觉得它的整个色彩呢 跟你们家这个大调性呢 整个这大环境呢 我觉得特别的契合 对 但是你看这边墙了 哦 就跟刚才那个壁炉的墙就不一样了 没错没错没错 这个用的是这个立邦魔术漆的 鸡皮绒效果 它就摸着像短毛绒一样 哦 柔软丝滑的感觉 雅光的效果搭配 沉间鸡血的色号 给我们的休息生活的空间 营造了一种温馨舒适的氛围 正好跟这个做一个强烈的这种备用 对对对 这个太突旷这个又软和 对啊 非常好看 看看那边 我们看看那边 我们看看那边 我们看看这边 这里这里 哎呀 哈哈 我喜欢这个大盐台面 是吧 这个是盐板的 对这盐板特别棒 对这是大盐板的 嗯 老伴 这个这辈子一直说要个中导 要个中导 终于有了 对终于有了 然后这个厨房空间 真的巨大 很舒服 正好我觉得 所以我们这次这个家呢 我觉得 既保持了我们藏式的 还有云南的很多特色 嗯 然后我们又融进了很多当代的 大家 现代人生活习惯的 对你说 你说 但是我觉得结合的特别好 我知道你们 比较喜欢烹饪的 喜欢做各种美食 我为你们选择了林内 新一代 新厨系列美食罩 这款燃气罩 有六种美食模式 增菜 扁草 煎炸 烧水 煮面 煲汤 六大美食功能 同时它还有智能控温 双边定时的功能 哎 你看这个了 哎 我看见了 这是个感温探头 好 其实有时候我们做饭的时候 有时候可能忙别的就把它忘掉了 我岁数大了都容易忘 所以这个锅呢它一烧干 全线高温 它就自动断气 这安全系数挺高 安全非常高的 这个 太好了 这对于我这个岁数大爱忘的人 特别安全 一楼的居住空间 现代的装饰风格 与建筑原有的木梁形成呼应 兼具舒适性与民族性 增大的景观窗 将户外的美景引入室内 独处时可以远眺烟火处的白云山间 而当亲朋家人围坐于此 便可开轩面长谱 把酒画丧麻 厨房看完了 给我什么惊喜 你往前走走看看 太棒了 哇 这是一个卧室 一楼的卧室 对 老赵你看看 跟以前有啥不一样 没这个房子 多了这么 原来一点阳光都没有 对 真的一点阳光都没有 我看见 那是收藏 是给我设计的大柜子 对 这还能做个电脑台 我知道阿姨的这个 腿脚不是太舒服是吧 所以我刚才说 你给我这个机器太好了 所以我就不要上楼 千万别上楼 我们就把这一 这个一楼的这个地方呢 实际上就给你做成了你的卧室了 太棒了 这个卧室实际上是曹南的 对 原来这个屋 这个窗户特别的小 我们又帮你又开了 坐在这里可以看看书 看看外面 这个东面的阳光 早晨就照射进了 对 主要是这个光线特别好 儿子一直说 给我设计了一个卧室 我这是第一次来 真的感谢宋老师 我特别喜欢这个 特别喜欢亮 然后你这窗边上才有一个大卧室间 走走 这是卧室间 这卧室间竟然有光了 我的天哪 原来是你们两家 供用这一面墙 对对对对 就特别的黑暗这个地方 对对对 然后呢我就把这面墙去掉以后的光呢 就从这个玻璃砖呢 全都透进来了 所以你这个卧室间就特别的亮 特别亮堂真的是 那还有个窗户 对 好 上楼了 是你的屋了 走走走 好大奶奶跟你去看看你的屋子是什么呀 慢点慢点 哈哈 太漂亮了 奶奶地盘吗 我这儿有一个 我希望给你介绍你的地盘 你的地盘你做足够的 我怎么不记得以前这儿有这样一个空间呢 对 老赵你原来一上来这边是空的 对啊 后来那我那来以后 老赵说他喜欢一个人静静地看书 对 所以我就觉得 东面这个阳光我觉得特别的好 对 这个窗子也是重新加上 他一缕阳光进来以后呢 我觉得老赵子 其实你不管什么时候坐在这儿 看书啊 喝茶呀 我觉得这个位置特别好 这里呢是给太太的 这一片是给太太的 对 来来来 我们看看这一片 然后太太不喜欢做 她不喜欢做手工吗 做手工 有时候做手工 然后你坐在这儿 有时候可以坐在这儿 也可以写作业的吧 跟你妈妈聊聊天 对 对 你看后面整个这一面墙的全给你做成柜子 你们不只一看它就是墙 对 但是这整面墙都是你们家的储存空间 都是 老赵 你看这个墙 对 这原来根本就没有任何遮挡 而且特别危险 还凌乱 对 玻璃砖又透光 但它又看不到对面 对 但是纯用玻璃砖的 我觉得又有点矮板了 所以我们找了你这老木块 对 就是你收了好多老木块 对 我们把它做了砖的形状 然后做一些构成的形式在这里面 做一些图案 就变得非常活泼和有趣了 对 你看这个地方 就特别 当时有一个落地灯 因为现在都没来得及配置 对 时间太近了 坐在这里可以看看书很书 因为那边 有太太在那边做东西 对 是吧 阿姨你也想坐在这 也可以来到这里来 对 是吧 然后呢 这边可以摆你们收藏的 很多的地方 然后那一片呢 就是它的地盘的 小朋友的地盘可以在这 它可以叫好多的小朋友 来坐在这里来 这样的话可以 小朋友们都可以坐在这里 这是哈达玩的地方 要不要看看哪个是你的房间 你找找 哈达找找哪个是你的卧室 是开门 对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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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了 太好玩了 我叫先生 好的 你看这边是什么 好的 你要不要攀一下 哇 攀岩墙 对 因为这个房间的时间还是工期太短了 只完成了一半 对 只完成了一半 这个是给它设计的攀岩墙 这现在只是固定一个点 这要拿下来 这后面还有整个木板 对 这个攀岩的木板在这里 对 然后整个地下里还有这么厚的这个软垫 对对对 就是到攀岩墙掉下来以后会掉到软垫上 就安全了 小孩子就不会受伤 我儿子这间是超豪华 因为这个房间特别高嘛 对对对 所以我们就给它做了一个像loft空间的这种一个形式 对对对对 开心不开心 开心 太开心 太开心 在原本的设计中 孙华峰通过攀岩墙滑梯以及室屋的元素 让整个儿童空间充满同趣 太好了 真的 我的天哪 简直完美 我就觉得这些搭配的很重要 对对对 我觉得这些很舒服就很好了 对对对 我就早上起来 太漂亮了 好 这风景太美了 老公 这个比什么都强 好 美极了 确实 躺在床上 躺在床上这个角度看这个山更好 还能看得完天 对 其实这个我觉得孙老师最厉害的地方就是 连窗的角度在床上的位置 对 都已经全部都考虑清楚了 而且他能整个看见四季 我老公早就说 以后让我躺在床上就看大山风景 对 这一下全实现了 对 来看看你们的卫生间 好 我觉得躺在这个浴缸里泡澡的时候 躺在上的也能看到整个室外的景观 完全能 是不是你最喜欢的 妈妈呀 哈哈 完了 完了 以后要不要在这儿洗澡 实际上这里还有一个玻璃的对开门 但是还没有运到 运到了再把它安上去 我们这里太偏远了 在一个这样的山村里能做到这样 已经是太厉害了 我就觉得慢慢享受生活 对 终于 哎呀天哪 那边还有三楼 三楼 我这个达四也看不出来有三楼 我怎么不记得有三楼呢以前 对 原来这三楼就是一个阁楼 对 后来我们上来上这上面 其实这上面做一个真正的茶室是最好的 对 你看这有天然的自然光 进进来 然后呢我们把你这个侧面全开开了 哎呀 这个侧面全部都开开了 然后远山全部都能看得到 对 然后后面我给你配的整个都是书柜 茶叶放茶叶放茶叶 对 哎呀天哪 这辈子 估计这个点待的时间最长 而且原来这个地方它很乱 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去处理这个事情 是的 特别乱 现在全规整了 然后把大自然融进来 跟室内完全融合到一起去 因为这个剧场还没有完成 对对对 是吧 我们今天就先来看一下完成的一些部分 由于委托人希望在特殊的日子完成回家 并给妻子一个惊喜 所以在拍摄当天 部分区域的改造还在继续 我们只能通过设计效果图 来展示儿童剧院最终的样貌 实在感谢孙老师 谢谢您 设计太漂亮了 然后我和家里人都准备了一些小礼物 我顺便呢 还有一瓶的这个是我们自己酿的酒 还有一瓶的帮帮带给这个谢老师 好吧 然后这个是一个 然后呢 这个呢 是我跟我们在山上采的野果子 但是呢 然后我们用的是大理的这个冰糖 然后做的果酱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哎呀 我也谢谢谢科 我代表谢科也谢谢你们 我也有礼物给你们 好 太感谢了 这个是这个立邦 这位立邦代表《梦想改造家》给你们的礼物 哦 谢谢 谢谢家人 哇 哈哈哈哈 太好玩了 是不是很像 很像不像 最后还有一个 我给这个《梦想改造家》 就是第十年的一个惊喜 感谢《梦想改造家》 为我们设计了这么漂亮的新家 这是我手工做的一个颜值的作品 还有实际的纪念 而且还可以做 谢谢《梦想改造家》 也谢谢设计师 太感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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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好感人啊 好啊 我把我们特别爱感 这不顺心 这四年里面都没陪开 老婆孩子 这确实是有点 有点愧疚 人都吃吃了 今天给你个惊喜 还有这个环节吗 我都不知道 我太期待了 好啊 谢谢老公 今天是老赵和妻子相识的五周年纪念日 因为之前一直没有和妻子举办婚礼 所以老赵想借着这个特殊的日子 弥补自己心中的遗憾 老婆新来新娘 大喜得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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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下四成 万色如意 大喜得恩 好啊 你们要回想起来 别同学了 大喜得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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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婆 不等五年 然后 今天可算是 咱们算是完成了个礼物的 谢谢老婆 别哭嘛 酒是什么酒呀 酒呀是喜死酒呀 酒下了喜死酒 心里是宗爱也 在彩云和梦想的见证下 老赵终于如愿以偿了 她用一场特殊的婚礼 来感谢妻子多年的付出 与陪伴 人生总有起伏 生活总要继续 当你看淡一切 尝试改变 也许那很多看似遥不可及的梦想 总有一天 会变得触手可及 龙卡装修分期 让家轻松变美 本次改造价格是多少呢 广告之后 为您揭晓 梦想改造家由立邦独家冠名播出 立邦魔术期 每一面都美 本次改造费用如下 土建改造18万元 公共区域硬装含人工43万元 住宅区域硬装含人工38万元 户外景观率值15万元 软装含家电25万元 共计花费139万元 一段青春的年华 一场突躁的变故 婚礼过后一周我就查出生病了 一个渺小的心愿 一具相守的誓言 我还许下了心愿 要努力陪她走到最后 梦想改造家首位平民设计师 联手三位设计大咖 让迟来的家重换新生 让永恒的爱照亮前行 11月15日晚 东方卫视 敬请期待 更多精彩内容 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 新浪综艺 欢迎打开网易家居 PC house太平洋家居 博乐会至于影视聚焦 一点资讯 环球在线了解节目更多内容 感谢中华万年力 Do News 易多唐APP From Me 达人室内设计网 轨迹从不脱更 安居客家居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